歡迎收看Finance730財經recap 這個世界什麼都可以炒 石春可以炒 車可以炒 連茶葉都可以炒 還爆了 內地計樓市爆雷後 連茶葉都爆雷 上演這個茶市故鄉洞 最近廣州市一間新茶廠叫槍細茶 進駐荒村區 用高於市價回收 哄茶商落搭投資茶葉 令人以為茶葉有投資價值 真是先投資後漢見 行內稱為金融茶 遊戲就這樣玩 交易茶葉單位叫提 每題有7塊茶餅 每塊重357克 槍細茶出了4款茶葉產品 以沒有書面約定的回收價格吸引茶商去買 兩個月內將每題茶葉的單價 由3萬元炒至超過7萬元 升幅和Bitcoin有得廢 這個雞棚到第5款產品收網 用高價推出CAP水後 沒有人接盤 結果每題茶價由5萬人暴跌 只有2千元 500多間茶商中伏 涉及金額高達5億人 部分人損失百多萬 茶商損失慘重 湧到槍細茶喊回水 還走到播警 誰知公安說是茶商自發性行為 不立案處理 槍細茶說事件涉及惡意製造恐慌 正同茶商傾賠償 槍細茶仍然正常經營 咦?這次某crypto交易平台的公告似的 連金融茶也cap到5億人 港交所cap水能力顯得有點弱 德勤中國昨日發表新股市場表現回顧和2024展望 受美國加息和內地經濟復甦低過預期 預期港交所今年集資表現過去20年低位 全年有65隻新股IPO 按年少23% 集資額大約458億 按年跌54% 港交所排名亦跌出五大排全球第六 華州說內地經濟復甦不似預期 但排第一的是上海證券交易所 集資2144億 第二是深圳證券交易所 集資1640億 第三和第四是美國的 一隻新股上市集資大約1000億 上年德勤預測過 香港今年會有110隻新股集資2300億 不過很多時候計劃都趕不上變化 好像你怎會遇到不知新股IPO 連港股的新價在11月都被印度過賣 根據世界交易所聯合會資料 印度股市市值達到3.989兆美元 超過港股的3.984兆美元 約升成為全球第七大股市 另一方面 外資加速撤離中國 外媒引述美國銀行數據說 上季外國直接投資FDI 錄得淨流出120億美元 外資連續六個季度 撤走1600億美元的利潤 認為內地的風險已經大於機會 可能你會說 那就是因為你悲觀 我看到油智入興帶來的好處 好像運動品牌李寧 就很有信心 剛剛用22億Full Pay 買了整棟北角港匯東 作為集團香港總部 跌市先來買商下 市場馬上用腳投票 昨天股價一度插超過14% 蒸發市值 足夠他買多兩棟 搞到公司今天要立即出招救忙 宣布六個月內動用不超過30億回購股份 說董事會對業務前景和長遠增長充滿信心 亦都覺得現在的股價值 股價今天反彈回半成 不過近日日總有些大名被洗倉 日本城武器 國際家居零售1373 今天插14% 話說這隻高息股昨晚發營警 預期半年順利減少32-38% 原因是沒有政府的補就業補貼 經營成本上升 去年有疫情 人們買抗疫物資 今年香港人報復式外遊 加上9月10月打風黑雨令收入減少 又是人有得去日本 怎會去日本城 759情況都一樣 發營警 預計半年未經審核日利 只有10-50萬 按年大減98.5-99.7% 真是攪手彈球打過和 情況和日本城一樣 沒有政府補貼 和香港人去旅行 面對山羽肉籠是風滿流的情況 如何救經濟呢? 花旗拋了一條橋給政府 就是收海陸路離境稅 按人頭毋毋25元 推算可以為庫房 額外帶來23億收入 如果是真的 觀眾們寧願留港交智商稅 還是被離境稅 吃海底撈炒金融茶呢? 歡迎留言 記得按LIKE和訂閱 下次再跟大家RECAP